坐落于中山大学的西子湾蒋介石行馆 虽然历经台风破坏 但终于在2024年2月修复完毕 重新亮相 而最近这处试定古迹 也透过中山大学提案更名 并透过文资委员会审议 确定将变更指定名称 改叫西子湾行馆 原高崇观光馆 将蒋介石三个字去除 但是我觉得 本来在历史的行程里面 它本来就是因为蒋公到处玩 盖的行馆 我觉得可以 当作副标题 但是如果这样拿掉的话 就没有它原本的历史意义 其实我觉得 蛮正当的吧 就是既然它原本不是 蒋介石盖的 或是跟它有关系的话 那这样还原历史原本 它原本要有的名字呢 就是好 蒋介石虽然也确实在 这栋建筑物留下历史印记 隔壁也存放它的专属座车 不过为了更还原历史意义 审议过后 还是把蒋介石三个字移除 高雄的西子湾蒋介石行馆 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 其实就登陆了 后来的话 因为一些风采的关系 然后中山大学 关机关中山大学 它启动了修复 然后在修复完成了以后 他们其实一并提出 那个相关的更名的诉求 然后其实高雄市文化局的话 经过 一些相关的调研发现了 西子湾蒋介石行馆 其实是在1935年 其实就盖了 当时最早的时候设立 是因为日时期的 史证40年的时候 其实设立了所谓的 高雄观光馆 后来它作为温宇池 还有一些相关的 后续的使用 然后在战后的时候 才其实变成行馆的 所以说在我们经过 文字委员讨论之后 其实有 也一并就是因为 依据它的修复的一些调查的话 其实我们也并做一些 相关的更名 其实我们包含了 希望能够呈现 不同段带的一个 氛围还有名称 然后来让这个 这栋建筑的历史意义 更彰显化 所以我们更名为 西子湾行馆 另外瓜湖的话 就是原高雄观光馆 校方目前正致力于 让整个空间 朝向艺文空间发展 努力让这个建筑物 发挥更大的价值 目前也正在针对内部 进行诊鉴与装潢 我想改名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想恢复 真正把历史说清楚 所以现在我们文化局 已经同意我们更名的 名称是 西子湾行馆 原高雄观光馆 我想这是比较一个 完整的名称 但是中山大学 在使用的时候 为了配合学校 比较艺文的氛围 我们就知道 360艺文空间 那最主要我们要做的活动呢 会包括很多的展演 那也会包括像 我们的英文名字叫 University House 事实上就是希望 所有的Faculty 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教职员 全部都可以走进这个空间 那也包括高雄的市民 还有我们高雄很多的观光客 我们也都希望他们可以走进来 已经有88年历史的试定古迹 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存在 名称的用途 随不同时期而变化 这栋建筑也在这里 见证了台湾的政治环境改变 与社会变迁 记得朱金伟 周福庆 高雄报导